你连四季天天都是这些的 你就过节还有什么信心的 不愁吃不愁喝的 退了休了还拿好几千块钱 你真是知足啊 谁这一生当中没有个悲欢离合 你得自己调就好 自己对着 这位阿姨82岁了 以前是老师 她退休金有多少呢 她的好心态是如何练成的呢 如今过年还有年味吗 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马上过年了 准备点什么年货吗 年货很简单 跟平时过年一样 没什么特殊准备 这过年跟过日子 其实差不多了 对啊 你过去一年到头 你吃不着个肉 也吃不着个什么 细凉什么事 这你可不怕 一年四季天天都是这些的 你就过节还有什么信心的 我小时候感觉过年真像过年 现在是不像 因为小时候那会儿 什么都没有平常 就靠过春节这几天放假 就买点吃的呀 有什么的 你现在吃什么有什么 随时都可以吃 过年就是热闹点 但是真正说 年味没有过去那么浓 看见您这乐观的心态 真是高兴了 就是乐观 你愁门苦了 有一天高兴 也一天干嘛 有什么愁的呀 那你说 不愁吃不愁喝的 退了休了 还拿好几千块钱 你想吃什么 知足啊 您现在腿瘤能大多少钱 五千多 那可以啊 五千多可以 原来您做什么工作的 有教 我什么都干过 那这是不是跟您心态好有关系啊 老的照顾小朋友 是不是从那会儿 这一样吧 孩子个人 你还没关系 没关系啊 你想得开人 那心态好像老想得开 你要钻铃脚件 他老断 老看着自己老不如别人 这人也有 自己调理 谁这一生当中没有个悲和理和是吧 你得自己调理好 自己被子了 人家人不一样 您觉得您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吗 没有 没有遗憾 真好 您是儿子吧 姑娘一个 姑娘贴心的小棉袄 高高兴一样的 活好每天 还开心 好嘞 谢谢您 您觉得阿姨说的有道理吗 您有什么人生遗憾吗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